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要是揪住一件事 就像狗咬住骨头一样 不会轻易放手 担心婆婆跟我爸妈过不去 我就带着孩子回娘家 想给我爸妈打个预防针 哪知道 婆婆竟然抢了先 我带着孩子回老家 远远地就看到家门口围了一大堆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了 看热闹的人看到我 自动地让出了路 我看到婆婆躺在地上 抱着我妈的腿大喊大叫 你们怎么好意思啃女婿的 赶紧把房子退了 把那二十万还给我儿子 要不这事没完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摊上了这样的亲家 我妈见到我 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 买房子的钱到底是谁的 我和你爸挺着脊梁过了一辈子 现在老了却让人泼脏水 我气得浑身发抖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拿出手机 拨通了老公吴浩的电话 哆嗦着嘴唇说 你妈来我家闹得不像话 你赶紧过来把她弄走 我和吴浩谈了三年的恋爱后 开始谈婚论嫁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结婚则是两个家庭的事 一谈到彩礼前 我父母和婆婆就僵持住了 我父母坚持要二十万彩礼 但婆婆却不愿意给 还说我肚子里已经装了货 就是不给彩礼 我也得赶着嫁 我是不小心怀了孕 可那也是吴浩的孩子呀 婆婆这么说 简直是打我的脸 婆婆一直看不上我 她觉得自己儿子高大帅气 我个子矮还瘦 站在她身边还不及她的肩膀 根本配不上她 我妈狮子大开口 要二十万彩礼 其实也是知道婆婆看不上我 她担心我裸婚嫁过去 以后婆婆不会把我放在眼里 还会被拿捏得死死的 所以 我妈坚持要在彩礼上帮我扳回一局 我见吴浩左右为难 就把自己这些年省吃俭用 存下的二十万转给她 让她将这笔钱作为彩礼转给我妈 我妈收到这笔钱之后 说她们不会动这笔钱 以后我和吴浩有需要用钱的地方 就可以找她们要回这笔钱 本以为吴浩会感激我的体贴 没想到她却有些不耐烦 真不知道 你爸妈为什么要这么多彩礼 这么来回折腾不累呀 吴浩的反应让我有些不高兴 不过我想着 为了彩礼的事 她没少受婆婆的气 有点脾气也是正常的 便没和她计较 结婚后 柴米油盐朝夕相处的日子 婆婆处处找茬和我吵架 吴浩从来都是站队婆婆 指责我小心眼 不孝顺老人 话里话外 好像在说我又挨又挫 找了她那样的老公是高攀了 要想好好过日子 就得听她和婆婆的摆布 思来想去 我得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 听老家卖房的同学说 老家的房价上涨得很厉害 我打算用我妈手里的二十万 给她们买套电梯房 而且买房也算是投资 刚开始 我爸妈不同意那二十万买房 我只能对她们说实话 那二十万彩礼钱是我自己的存款 结婚时 吴浩和他妈一分钱都没给 我以后也不会指望她过日子 我爸妈觉得很心酸 劝我留着这笔钱自己买房 可我不愿将这笔钱变成我的婚后财产 于是给同学打了定金 我爸妈这才去交钱办了手续 不巧的是 有熟人在寿楼中心见到我爸妈 立马将这件事告诉了婆婆 这才有了开头婆婆大吵大闹的那一幕 吴浩看到婆婆贪坐在地上 觉得很丢人 想劝婆婆回家 可婆婆坐在地上就是不肯起来 我见婆婆闹得太过分 忍不住冲她喊 你不怕丢人 那我也不怕家丑外扬 你问问你儿子 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心里没数吗 这二十万是我婚前财产 就算告到法院也是我的 婆婆生气地冲我吼道 你的钱不就是我儿子的钱 你给你爸妈买房的时候 跟我儿子商量了吗 还真把自己当颗菜了 我勒令五号赶紧把婆婆弄走 否则 我就让几个堂哥堂弟来 把婆婆拖走 五号大概担心挨打 扶在婆婆耳边嘀咕几句 婆婆骂骂咧咧地站起来 拍拍身上的土 跟五号走了 担心婆婆再找我爸妈麻烦 我就让爸妈先去市里帮我带孩子 过段时间再回老家 我和婆婆关系倒僵 五号对我和我爸妈都十分冷淡 几天后 她干脆找个借口 去朋友家常住 连刚出生的女儿都不管不顾了 我爸妈不想影响我和五号的关系 硬要回老家 我坚持让他们留下 因为我知道 我和五号之间的矛盾 不是我爸妈回家就能解决的 两个月后 我爸妈说太久没回老家了 要回去交一下水电煤气费 结果她回去之后 却发现家里的门锁被人换了 里面还住了陌生人 我爸打听一下 这才知道 我婆婆把房子租出去了 婆婆知道我爸妈帮我带孩子以后 就找锁匠换了锁 悄悄地把房子租出去 收了一笔租金 我爸去找婆婆理论 婆婆一口一个啃女婿 把我爸气得血压飙升 差点就住进医院 我气急败坏地给五号打电话 要求婆婆把租金还给我妈 并亲口向我们道歉 否则 我不会再帮她还债 当初和五号结婚时 我想和她一起买房付首付 谁知她却说 婚前她找朋友借钱买股票 欠下了十万左右的债务 手上根本没有钱 为了帮她还债 我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工资卡里 挪出五千块钱给她 五号工资比我低 最近公司又在裁员 我刚好用还债的事物压制婆婆 晚上五号回来 当着我和我妈的面 拨通了婆婆的电话 电话刚接通 婆婆破罗一样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她说市里消费高 我们刚生孩子 现在我爸妈吃我们的 用我们的 每个月开销都过万了 她出租我家的房子 也是想给五号减轻负担 我非但不体谅她的良苦用心 还要求她一个长辈来给我道歉 简直是大不敬 我刚想反驳 五号就迅速挂断电话 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你看到了 我妈也是为我们好 我知道 五号一心偏向婆婆 让她道歉恐怕很难了 但那些租金 怎么都得让她吐出来 我继续用还债的事 威胁五号 让她逼婆婆马上还钱 五号知道 我向来说一不二 走到阳台上 给婆婆打电话 五号则是一副 忍气吞声 唯唯诺诺的样子 挂断电话没几分钟 婆婆将这两个月的租金 转给我妈 紧接着还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你给我等着 我爸一个人在老家 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 只能向我妈求救 我妈走之前 苦口婆心地劝了我一番 让我不要因为这事 和五号吵架闹矛盾 毕竟孩子都有了 我妈说的有道理 五号虽然有很多毛病 可我们多年感情放在那 我也没有想过和她离婚 隔天 我正给女儿冲奶粉 我爸突然给我打电话 不好了闺女 你妈被你婆婆推伤摔了头 现在在医院逢阵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听到我妈出事 我脑袋一下就猛了 心里害怕得不行 我颤抖着给五号打电话 我妈被你妈打了 马上给我回家 我将孩子放在床上 快速打包收拾行李 五号进了跑的车赶回来 我看到她 连一句话都不想说 把行李扔给她之后 就抱着孩子上车了 在车上 我强忍着眼泪 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已经急得不行了 说话都有些哽咽 得知我妈 有可能脑震荡的时候 我冷冷地对五号说 我妈要是有事 我是不会放过你妈的 一个多小时过去 终于赶到老家医院 医生说 我妈后脑勺被缝了六针 拍了CT 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最好住院观察两三天 一见到我 我爸就对我说 你婆婆真是个狠角色 我和你妈活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遇到 这么不讲理的破妇 因为不满租金吐出来 婆婆到处宣扬我爸妈 啃女婿 啃亲家 她还将手机里的转账记录 拿出来给邻居看 一些不嫌事儿大的邻居 对我爸妈指指点点 甚至当面指责我爸妈不道德 我妈一气之下 跑去和婆婆理论 俩人吵得面红耳赤时 婆婆伸手推散我妈 我妈一个不小心没站稳 直接摔倒了 后脑勺正好扣在门槛上 流了很多血 更令人气愤的是 婆婆看到我妈 躺在地上起不来 立马将大门给关了 还是周围邻居 用三轮车 将我妈送去医院的 吴浩知道父母是我的底线 我恐怕不会轻易放过婆婆 一直殷勤地找医生询问病情 交住院费 替我爸妈买饭 我将吴浩拉到楼梯间 要他让婆婆来医院 给我妈鞠躬道歉 赔偿医药费和精湿损失费一万元 不然我就去告他故意伤人罪 吴浩听完以后气愤不已 我已经在弥补了 你别太过分了 要不是你拿钱给你爸妈买房 我妈能这么生气吗 你要是告我妈 我就和你离婚 看你带个脱油瓶 有没有男人敢娶你 我没想到 吴浩突然像变个人似的 陌生地让我害怕 我左思右想觉得不对劲 他说出这样绝情的话 就不怕我不帮他还债吗 吴浩离开后 我强忍着眼泪 向他朋友套话 这才知道 吴浩只欠了他三万块钱 几个月前就还清了 而且他公司没有裁员 反而给他涨工资了 听到这些消息 我整个人像跌入冰窖一般 从头冷到脚 我没想到 吴浩是如此有心计的人 竟然以还债为借口 将我的钱 一点点地挡到自己手里 如果我没有男的二十万 给我爸妈买房 这钱早晚被他骗了去 晚上 我爸留在医院陪我妈 我抱着孩子回家休息 期间 吴浩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 看着床上熟睡的女儿 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这场四年的感情 我终究还是错付了 我跟我爸说 我要和吴浩离婚 我爸重重地叹了口气 闺女 别担心 无论发生什么事 有爸妈帮你 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有爸妈做我的后盾 这个婚 我离定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